胸外科的医生做手术 你可能近一毫米 会被病人打出去 他有生命危险 退一毫米 肿瘤切不干净 怎么办 我不想承认是刀尖上的舞者 太尖锐 但是确实是 胸外科医生 他就是在刀尖上做文章 我叫陈春 是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副院长 兼胸外科主任 想到胸外科医生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微窜 因为在十年前 胸外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 大部分都要开胸 病人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经过多年的科技的进步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微窜的手术 来给病人进行胸腔内的肿瘤的切除 各种的疾病的治疗 我其实生活非常的单纯 每天早上差不多七点到医院开早会 八点之前就要把房查完 接诊一些病人下着手术台上 一年可以有几百台的手术量 很多的手术室的护士 他们的形容胸外科跟神经外科 叫做胸神二少 实际上是一种谐音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 经常都是胸外科跟神经外科的医生 一起加班加点来做手术 我机遇非常好 88年进入胸外科 师傅都是非常老的专家 怎么下血管前 怎么进行接诈 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 90年代初就开始能够进行一些胸外科的常规的手术 但是那时候手术确实是比较辛苦 刚开始要从切皮开始 要怎么切肋骨 那么我发现那时候的手术基本上比较粗糙 而且理念不是那么严谨 200年那时候胃创技术开始发展 2008年我们开始做了第一例的全腔境下的肺炎切除 就是肺癌的根治术 到了2017年的年底 2018年我们开始做达芬奇机器人的手术 我本人也因为在胸外科方面做出的一些的工作 获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所以是国际上对我的工作一个认可 对外科医生来讲是比较高的一个能源 只要胸膜上有转移造 没有清理肝炎手术一点价值都没有 明白吗 对对你这个划不来 我给你建议 我自己曾经因为南桂岩做手术 成为一个外科的病人 也曾经因为手术以后 挣扎到手里面去 血型的污染得了急性的肝炎 也变成内科的病人 体会到这些的不易 才会经常会告诉自己的医生 你要换位思考 现在看病都要预约制 我也约了不少的病人 但是确实是还有很多现场来等待的病人 很多的病人是从偏远的地方来的 早上六点就开始等 周车的劳顿 为了我一句话 一般情况下都是另外的医生要来接班了 或者我要开院务会了 所以两点是我的节点 我必须要走 那我可以把我吃饭的时间省下来 我不吃饭 多看两个病人 我们胸外科的医生 都要面临着病人很多的重病号 可能随时随刻都会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的变化 这时候就需要你随叫随到 有的时候走在路上 或者说其他的单位上班的铃声响起 我的心跳也会啪啪啪啪啪跳起来 好像经历临障状态 就变成这种一种条件缓射 常年的医生习惯了 在我工作三十多年的期间 遗憾的病例真的不少 老年人都手术非常地好 准备收拾行李 当天早上就要出院 他洗把脸洗手间里面 突然就晕倒 发现心跳走停 对医生来讲是晴空霹雳 对家里来讲也是晴空霹雳 后来我们通过了解 发现大部分的病人 会出现就是叫做肺动脉的双塞 就是我们当初的工作 跟预防一时不够 现在已经得到改善 我很欣慰 从医生去看整个社会 感受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以前很多病人 因为做手术 因病防停 现在医保能够支柱 大病能够保护 我们会告诉病人 一旦得了肿瘤 不要没有信心 现在科学非常地进步 有社会支持 有很多政府的支持 能够让他获得高品质的治疗 加入台盟 因为我母亲是台籍 参与这个党派的工作 也是自己身份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所以乐于参与台盟的工作 也乐于参政议政 我行医的快乐 就在于我每天都在获得成就感 因为手术成功 就是我最好的高光时刻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后来者 以仁爱之心对待病人 以最好的治疗的方案 对待每个病人 认认真真地去把工作做好 不要有瑕疵 不要有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